来自花莲的乐和国小毕业班 在爱心单位的赞助之下 来到了卢州陆江国小参观 不但是实际体验都会区不同的校园生活 在午餐时间也特别前往品尝 卢州最有特色的小吃切斩面 我要开动了 满满一整桌切斩面和小菜 让花莲乐和国小13位毕业班的学生 吃得不亦乐乎 好吃吗 好吃 有啊 鸡肉 全部都好吃啊 不知道 比方最好吃就对了 任何国小毕业班在扶轮税的赞助下 来到卢州陆江国小交流 学校特别安排卢州最有特色的切斩面 来招待小贵宾 切斩面是我们卢州的特色 所以我们每年卢州都会办那个切斩面加联华节 现在刚好也是在办这个节 那这个卢州的切斩面为什么会有特色 是因为我们这个面的汤底啊 都是煮了很多的熬的排骨啊 一些高汤啊都做的味道很不错 你们就尽量吃好不好 好 乐和国小校长一边吃着美味的切斩面 一边跟大家分享 其实乐和国小所在地的花蕾玉里 也有好吃的面食 卢州的切斩面很好吃 那我们花蕾的玉里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玉里面 也是类似这样的煮法 但是吃起来都各有特色 这局花蕾小朋友这回来到卢州 不但可以体验不同的校园生活 其实也很有口福 天安天新闻 方街条例买会 卢州采访报导 我们都把小话放入这种田子里是 how to